ağı directamente 大家好 Hen 2013 密码弓晶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CNC 加工機專用的 web …… UN H400 VTCNC 我們推出這Bump主要的用途是 有一些CNC的加工產業 現在的材料不像過往用鋼鐵所製成 以往鋼鐵的加工可以用磁性的吸附資訊 吸附之後做加工 但現在複合式材料以及合金材料的不斷應用 這類的材料沒有辦法用磁性的資訊吸附 有些鋼線比較弱的也不能用假的 這類的產品通常都是選用油式的真空Bump 或者是水風式的真空Bump來應用 但油式的真空Bump會有油物排放的問題 它會影響一部使用的現場環境 而水風式的它會需要一個水處理的系統 一來會載用它的使用空間 二來也會相當的消耗水資源 所以我們這款400VDCNC 是使用磁鐵乾式的Bump為主體 一樣搭配真空桶 再配合安全裝置來滿足顧客使用商的需求 接下來為各位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操作機能力 首先我們的真空支具的配管是裝在這邊 那我們CNC加工的切削液 吸入的時候會從管路直接到真空桶 那再透過氣管到我們的真空包 那中間就配置了一個TRAP 做一個安全的裝置 當我的真空桶液位越來越高的同時 它會有部分液體吸入到TRAP來 那TRAP這裡的液位越來越高 高到頂端的時候會有個扶球 做一個氣圓阻斷的裝置 保護液體不會吸入我的Bump裡面 那在管路的這一邊 我還有配置了一個真空過濾器 這真空過濾器是10M的過濾度 裡面的濾性可以換 那在拆裝的部分提供更多的便利性 那在吸氣端這個部分 我們有做一些貼身的小設計 在吸氣圓這裡有一個真空表 可以讓你隨時監測你目前的真空狀態 這邊有一個泄壓的蒸法 配合各部不同的真空度需求 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泄壓的調整 那外觀整體非常的緊緻 美觀低保養以及低噪音的一個設計 也是我們的一個主要產品的訴求 好接下來為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主要是要證明我們線效益吸入的時候 我們的安全裝置的TRAP 有沒有正常的執行 那是不是能夠確實的保護我們的真空棒譜 那這邊我們準備了我們真空棒譜前面的TRAP 以及我們的真空置具 還有染了白色水彩的純水 來做這一層的實驗 好現在我們的方譜是 是啟動的狀態正在吸真空 所以我們的真空置具跟我們的貢獻 就吸附在一起 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讓你這麼完整 氣密性這麼高的情形來吸附 那在切削的過程 可能也會有一些切削液進入的問題 那會直接往方譜這邊吸進去 所以我們中間要加TRAP 來將水在這裡做攔截 那加真空過濾器 將空氣中的一些粉層以及雜質做過濾 那這邊我們現在就假設 模擬一下我們切削液吸入的狀態 首先我們先把空間 留下一點點 吸入的膨脹 來做切削液的膨脹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就透過管路 順著管路吸到我們的SAP 再來一次 這樣子就不用再密切交易 吸到這麼方便 不會 我們把整瓶都倒完 它也是能夠完成完整的正空 接下來我們把機器停下來 打開我們的過濾器檢查 都是乾的 完全沒有吸入液體的情形 所以這邊就證明我們的TRAP 能夠確實的將液體 阻斷在這一端 然後完成它該做的工作 保護膨脯不會吸入液體 接下來就把它吸到滿 所以再吸 現在真空胖補 吸不到氣了 這邊液體 也進不去了 各位可以注意到那個正空胖補 噪音質 直接明顯降 因為它現在是建立完整正框的狀態 所以沒有排氣 就沒有氣切剩 所以噪音質就比較小 各位可以看得到這邊液體一直吸不進去 吸上去又流下來 吸上去又流下來 好 那正空胖補這邊 TRAP有達到它該做的工作 沒有把液體 讓它通過這裡 那等一下我們就停機 打開過濾器檢查 裡面的狀態 現在打開過濾器 看看裡面的情形 嗯 一樣是 沒有吸入液體 殼體裡面 也沒有液體 表示我們的TRAP 它有做到它該做的工作 就是 防止液體吸入真空胖補 所以實驗也成功 那剛剛這邊吸滿的同時 我們這邊有一個球法的設計 讓你可以把我們裡面的切削液 卸出來 就這樣簡單的把它打開 再把它關起來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們 CNC加工專用真空胖 游溫磁版VT-CNC 的介紹影片 謝謝大家 如果請按讚 看過請分享 喜歡請訂閱 記得開小鈴鐺 掰